您好,我是张宁 今天网络上都在议论马英九 马英九最近他有一个讲话 他声称中共对台湾首战及中战 意思就是说只要打一仗就够了 就可以结束台湾的独立状态 这简直太嚣张了 这是公然的为中共站台 以前我听邱毅台湾的奸细这么说 现在没想到马英九也公然这样声称 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恐吓台湾人 在这种时候 在中共对全球已经发动病毒战 而且经常派飞机绕台湾飞行 挑戌台湾的时候 马英九这样公然站在中共一边 而不是站在台湾人一边 基本上就可以表明 马英九是一个台湾的奸细 是一个败类 马英九本身他出生于香港 但是他按照国际惯例来说 出生地你就是终身都对他有一种亲切感 或者说有一种来源感 但是马英九在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中 从来没有为受苦受难 捍卫自由的香港人发出一点声音 而且呢 我现在回头呢 看这个马英九 我才谋然惊觉 中共之所以能够对人类发动病毒战 就是跟两个人息息相关 第一个呢 是马英九 第二个是这个奥巴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两个呢 差不多都是从2008年 到2016年这八年时间里当政 而正是在这八年时间里 这两个人呢 可以这么说 把中共壮大起来 美国呢 当然呢 这个奥巴马是打开了美国的这个大门 让这个中共力量成曲之路 给了中国的所谓十年签证 而这个十年签证的受贿者 绝大部分都是中共官员 中共间谍小粉红留学生 或者体制内的人 甚至呢 中共一些退休老人 这些人呢 年轻的时候呢 一辈子为共产党孝敬全马之劳 然后贪污腐败 到了老年以后呢 又来这个美国呢 祸害美国 来申请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 给美国增加麻烦增加负担 所以说呢 这个奥巴马呢 显然是这个跟中共的壮大 是脱不开关系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马英九 因为我以前呢 曾经谈到过这个台商呢 是帮助中共最多的人 就是说在中共之所以能够经济壮大到 胆敢与全世界敌对 胆敢发动病毒战 那是因为中共的经济 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 所谓GDP达到第二 而这个第二的完成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马英九当政时期 因为马英九呢 不遗余力地推动台商到中国去登 去去投资 可以这么说 从广东到福建到浙江到台湾 甚至到山东 到处都有台商 我还记得江苏的仅仅一个城市里都有数十万台商 这简直都是匪夷所思 我甚至都惊讶 国民党这样如此疯狂地推动台商投资大陆 究竟是何用心 现在看来呢 基本上呢 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弄钱 因为呢 这个台商呢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呢 能力并不强 尤其是大陆 具有大陆背景的 国民党背景的这个台商 就是流亡过去的这些台商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发财的机会 那就是来欺负中国人 这个呢 就与共产党一拍即合 因为共产党也欺负中国人 所以说呢 国共两党呢 终于在暗中第三次合作 联合发动了这个改革开放 如果说 那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早期 比如说70年 80年到90年 或者说呢 一直到90年代 这十几年呢 主要是依靠港商的话呢 那么在马英九时代呢 中共的合作对象就转为台商 因为台湾的这个经济呢 更是一种欧美经济 就是美国日本经济的补充 它都是代加工 就台湾的代加工呢 讲白了 就相当于电小二这个职业 就是如果一个个饭店放大的话呢 台湾的代工呢 就是大杂的洗碗的 就是台湾呢 把这个洗碗的这个产业呢 把这个收垃圾 洗碗 电小二这个产业呢 做得非常精致 这是因为美国和日本呢 为了扶植台湾 跟这个 是为了保护台湾的自由 跟中共的这个威胁相抗衡 但是没想到台湾一军突起 它发展 发展强大了这么一个 就是加工产业 比如说类似辐射钢呢 它转而把这些企业呢 又复制到大陆去 所以中共的经济呢 现在讲白了 就是一个农民工经济 为全世界 为美国 日本 欧洲 打砸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呢 赚了大钱 但是在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呢 台湾功不可没 而台湾背后的后台 正是马英九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马英九 这样帮助中共的话 中共经济可能只有现在 目前规模的五分之一 甚至更低 这样中共就根本就没有勇气 去挑战国际社会 也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 P4 P3 P2实验室 病毒实验室 更不可能在全世界 不遗余力地盗窃 如此众多的病毒 更没有能力 迅速地把病毒 传播到全世界 因为假如中共 没有台湾的帮助的话 就是中共经济仍然停留在 现在规模的五分之一左右的话 哪有那么多的人到中国去投资 武汉哪有那么多的班机 飞往全世界 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病毒 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对不对 尤其你看那个温州的台商 温州商人 这个路线图都很清楚的 先是这个病毒呢 中共在武汉放毒 然后呢 借助了这个温州商人呢 把病毒呢 坐飞机传播到意大利 然后再从意大利传到纽约 然后再传往全世界 这个路线图都非常清楚 所以说呢 中共的这个病毒在 最现在看来呢 国外最主要的帮凶呢 应该说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 第一个就是马英九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奥巴马 我相信他们的罪行呢 最终都会受到清算 而且马英九呢 一再强调呢 这个大陆解放军 稍微一战就可以搞定台湾呢 这个实际上呢 你要从另一面理解呢 他提醒了蔡英文呢 就是说呢 必须要肃清台疆了 因为台军的战斗力 是非常强的 可以这么说 就现在的十几万台军 对付解放军 一百多万 不成问题 更何况台湾呢 有两百五十万的 后备军人 就是后备军人 随时可以在一天之内 现在的交通发达 基本上二十四小时之内 就可以动员起来 但是共军有能力 在一天之内动员这个 把两百万军队 运到海峡过岸吗 基本上没有 除非动用大量的民船 那些民船有什么用啊 一炮一个 一炮一个 甚至机枪都能把它打 重机枪都能把它打成 台湾的这个炮火 现在这么猛烈 而且美国呢 向台湾提供的这个武器 这么先进 比中共的这个飞机 可以高出一个层次 而且台湾的军舰也好 飞机也罢 技术都比中共高一个层次 就台湾的F-16 打中共的这个飞机 简直就是 就像打链一样轻松愉快 就随便几十架 这个F-16升空 就可以把几百架 甚至上千架 中共战机给击落 根本就不成问题 有多少导弹 就可以打落 大陆的多少架飞机 因为大陆的飞机 都多半都是仿造苏联的 要么自己呢 后来仿造美国的 基本上都是会飞的棺材 哪里能够打仗 大陆的军舰也都是 浮在水上的棺材而已 哪里能够打仗 简直都是 开玩笑 就是中共的这个海军也好 空军也罢 跟当年的北洋舰队相比 都要差了很多很远 因为中共的腐败程度 远远超过满清的官员 而中共的愚昧程度 中共官员的愚昧程度 更是远远超过当年的 这个清廷的那些官员 所以说中共根本就 没有什么战斗力 怎么可能守战集中战呢 就算中共现在全力以赴 美国不过问 就是中共把几百万军队 都在东南沿海聚集起来 然后呢向台湾发船 其实也不可能攻下台湾 但是呢 台湾有一个可能性 被攻打下来 这个就是开奸背叛 也就是马英九等 国民党的一系列 被中共高 被中共渗透 被中共收买 被中共统战的这些官员呢 背叛 因为呢 虽然说民进党呢 经过程水扁政府呢 时期呢 遏制了一些国民党的势力 削弱了国民党的势力 而最近这个小英当政 这四年呢 又再一次呢 削弱了国民党势力 但是国民党在军公教 这个系统中的势力 仍然强大 比如说军队的 中下级军官 甚至高层将领 很多是国民党人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有可能背叛台湾 在面临共军攻台 大兵压境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反戈一击 在内部 造极反来 在后院放起火来 阻断台军的 抵抗台军的后路 这个呢 这是唯一的可能 所以呢 这就提醒了小英 不能够在这个 放任这个 这个投共的国民党系统 就是这样下去了 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 也就是说 必须肃清台湾内部的奸细 要把那些亲共分子抓出来 首先要对台湾的 这个军情军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里 有很多都是国民党 这个亲共大陆派的官员 这个呢 也都是蒋介石留下的祸根 因为那时候呢 他训练这些官员呢 有两个这个 用两根这个绳子来 拴住他们 第一呢 给他们灌输儒家思想 让他们服从 所以说呢 他们从小呢 就在这个体系里 养成了服从大家的习惯 服从掌上的习惯 第二个呢 是对他们进行 大一统的这个文化培训 啊 中华民族 怎么伟大 怎么辉煌 也归说台湾 要不是美国 日本保护 你都日子都没办法过 你还吹嘘自己什么辉煌 这就是 但这些遗毒呢 在国民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 根深蒂固 尤其像马英九这样的 你一听着说话就能看出来 他满脑子儒家 大一统思想 他从来不把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当成一回事 所以现在他居然能够 跟中共如此深的合作 其实呢 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呢 完全是在为钱效劳 都是一些像蝼蚁一样 只为了挣钱 你看国民党的那个头目 有几个不被大陆的金钱 所击倒的 如此毫无基本的良知 公然这样出卖台湾 所以呢 台湾为了自保 为了在将来 能够抵御住中共的突然袭击 唯一的办法 就是展开大规模的 数件行动 把所有的台阶 清查出来 重则判刑 轻则驱逐出境 既然你热爱中国 热爱中共 那你就让你回到 中共的怀抱里去 不然的话 台湾真的很危险